尼西亚南达大家好,我是曼尼提卡拉撒南达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帕尔曼西亚上师 在昨天呢,我们收到大师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开示 在开示当中呢,师父继续的讲这个集体一致性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启发 那其中呢,我觉得整个开示给我最大的启发 就是师父讲的怎么去圆满 也就是说,师父讲有两种方法 第一呢,就是一点一点的圆满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显化更大的可能性 再有呢,就是下狠心的快刀斩乱麻 一刀砍下这个圆满的这个模式的所有的根基 这样呢,彻底的放下一次性的圆满 师父说就可以显化超能力 他在开示当中呢,讲到了这样的一个信众的案例 他说这个信众呢,非常臣服于师父 但是他呢,就是有非常严重的风湿性的关节炎 他的手指呢,这些关节都已经变形了 就是在生理上就已经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疾病造成的影响 当然师父说,这些所有的这些疾病呢 我们体内产生这些疾病都是因为业力模式造成的 就是我们的冲动性的 被迫性的反应性的这些模式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 就是直接的没有意识的这种反应 这种无意识的这种 情绪的这个 不圆满的情绪的这个爆发 这就叫做不圆满 然后对于这个人来说 师父说他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去跟他对话 就发现呢,他的模式非常的清楚 就是体现在他和他婆婆之间的关系 他对他婆婆呢,非常的愤怒 然后他就问这个信众说 你是想要可能性还是想要超能力 信众就对他说 师父,你觉得我应该要什么 师父就说 我当然希望你能显化超能力 你能显化悬浮,漂浮这样 然后呢,信众就说 就说好 在这个背后呢 师父的意思是 如果你呢,想要显化可能性 那么你就可以一点一点的去做圆满 去放下自己的这个愤怒的 这个冲动的这个模式 但是如果你想要显化超能力呢 就要去跟自己的婆婆跪下 然后跟她讲说 我放弃之前所有对你的态度 然后呢,放下之前所有对你的这些 不恭敬的行为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Paramashiva 我会把你当作Paramashiva去对待 这样呢,就可以显化超能力 没想到因为这个信众对师父的 呃,沉浮 他居然这样,真的这样去做了 然后在48天之后 不仅仅呢,他的疾病完全治愈了 而且他也显化超能力 开始显化初级的悬浮这样 这就是立即的圆满的这个强大 然后呢,呃,这个案例对我的启发非常大 因为,其实在我的人生当中 也有过这样的快刀斩乱麻 呃,直接的就把所有的这些自我彻底放下 在我的敌人或者是不可能性的面前 就是宣言,呃,我要呃 走向圆满,我要立即的放下我所有的这些心中的卡点 这样的情况在我的人生中出现的时候 呃,我也确实是体验到了 呃,新的大门的打开 现实的彻底的改变 震动频率的提升 以及超能力的显化 然后呢,也会有的时候会陷入到幻象 就觉得很无力 然后就让自己一点点做圆满 以为呢,呃,大门会一点点打开 每次做圆满 明天会更好 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 师父给了我一个强心计 他的这个开示让我知道我的人生应该怎样做 就是彻底立即的放下 我要对自己所有的敌人立即的低头 告诉他们 呃,我爱你一点 我,你是我最爱的人 呃,我就像爱我自己一样爱你 呃,然后要对所有的不可能性呢 呃,抬高自己的头 不要再屈从于这个幻象 呃,就要告诉自己 即使是我有十个,十万个,呃,不可能性 呃,或者是呃,阻力 我也要朝着这个可能性往前走 只要我想要往前走呢 人生一定会让我成功的 就要有这样的强大的认知 所以呢,这是这个开示给我的启发 我也希望所有同修呢 都能够呃,听到师父要给我们的 这个强有力的认知 只有我们内心的彻底的圆满呢 才能够真正的显化 呃,外在的 这个集体一致性 其实这个呢,就是师父一直都 呃,想要讲的这个话的 呃,可以说是密码 就是内心的圆满 就是集体一致性的源头 所有的任何的一个内心的冲突呢 都能造成外向的一个不圆满 一个呃,冲突这样 所以呢,立即的圆满 让自己在这个大的灾难的时期呢 抓住这个呃,政务圆满的机会 以最快的速度呢 放下自己所有的模式 显化内和外的 集体一致性 彻底的圆满 我们就可以呢 呃,立即的 呃,走向这种圆满 所以我也希望所有同修都能有这样的启发 能够从今天开始决定呢 对自己的模式 坚定的说不 像快刀斩乱麻一样的 彻底的一次性的把他所有的根基都放下 比如说你恐惧 你就从今天啊 直接面对自己的恐惧 去做你不敢做的事情 比如说你愤怒 你就放下你的愤怒 对你说的敌人说我爱你 比如说你自卑 那么就从今天决定去突破自己的自卑 要去做自己觉得想做不敢做的事情 只有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最快速度的圆满 感谢大家 李天兰灯 感谢大家